好創下剛剛看到 賴清德的這個閃電訪日 得到的是高規格的外交的接待 同時今天傳出來 月底之前日本七位國會議員 也會跟著訪台 這一次賴清德到日本去 雖然日本沒有正式用副總統身份 但是媒體都說是台灣的副總統 賴清德去了 他低調而且綿密 而賴清德當然也做到整個外交裡面 不會給對方麻煩 所以就算他回到台灣 也只是拍了一個登機的照片 可在拍著登機的照片的時候 駐日大使謝長廷 立刻在臉書裡面就宣布 月底之前有七位的日本議員 也將要來訪台 而這些綿密的操作裡面 當然會讓中國給氣普普了 昨天下午的時候 賴清德是用自清自有的身份 直接到了日本的曾上市 去給安倍臉香 當他五點左右到的時候 中國的駐日大使孔璇佑 還在後面排隊 排到六點多才能夠上香 所以中間的一個差距就非常的明顯了 而在過程中 整個日本是做得非常綿密的 是說家族希望賴清德去 所以日本的岸田文雄很快的給了簽證 通知我們就讓賴清德去了 這裡面這個系列的操作 所以中國當然氣普普 而且反應不及 反應不及的話 所以你會看到 先是由朱鳳蓮出來講說 如果你們台灣要以掉夜謀毒的話 這是徒勞的 然後汪文斌外交部 碰到了這個記者 在問的時候說台灣副總統 氣普普的說 台灣沒有副總統 所以我告訴你台灣沒有副總統 然後將要跟日本方面嚴正交涉 而環球時報就開始講了賴清德 只叫做台灣的副審長 可是整個中國人回憶裡面 相信後面他的玻璃心 一定要做一些回憶 因為這些規格 以中國來講的話 他們應該是由政務委員 直接的召見日本的駐華大使 晚上來痛斥一下 他們也沒有 所以顯然日本現在對於這個事件 怎麼去處理 還在評估之中 完全的措手不及 而這措手不及裡面 岸田文雄 為什麼會這麼快的去動作呢 大家想說是有三個目的 第一個呢 過去岸田呢 是對中國比較溫和的 在經濟上和對話上 是比較希望跟中國對話的 所以可是 整個像皮尤 在6月30號的民調裡面 全世界最不信任中國的 就是日本人 高達87% 所以安倍在一個預示之下 他要對內告訴自民黨說 他會繼續延續安倍的路線 這是對內要做宣布的 而且呢 也是對日本的民眾 也要宣布說 安倍的路線 對美國也做一個表態 而當然也告訴中國說 不要幻想 在這個局面裡面 我不會因為安倍而走 而有所有的調整 所以他甚至講了 今年秋天的時候 開始討論 憲法第九條的問題 在現在的局面裡面 你如果這個時候 違背了安倍路線 你會有大麻煩的 那事實上安倍家族呢 跟台灣的關係 非常的密切 他的祖父和淑公呢 一個是岸信介 一個是佐藤龍座 也是日本歷史上 唯一兩個 用首相身份 正式訪問台灣 一個就是岸信介 一個就是佐藤龍座 而岸信介是一當選之後 很快的就來台灣訪問 而且他在台灣的時候 協助台灣當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白團 白團是岸信介 協助台灣協助蔣介石 可以成立的 而佐藤龍座呢 當時已經有著 美國要跟中國開始握手 然後田中角龍 要開始跟隨美國路線的壓力之下 當時他還幫台灣承諾 50年前 台灣現在正在做了國建古照 當時佐藤龍座還幫台灣 做好了設計圖 要奔台灣做鹹水艇 所以他們家族艇台 就是一個這個傳統 當然岸信介對台灣很重要 他也講了台灣存在是 對於亞太來講是堅若凡石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也是最早談出了印太這個概念的人 而不止如此 他的媽媽也非常的跟台灣非常親善 他的媽媽現在已經安倍揚子呢 已經94歲了 94歲的時候呢 他在日本的時候 常常至少四次去參加過 整個台灣在日本交流協會裡面的活動 甚至於還曾經因為安倍是首相 不方便以安倍的代表身份 直接來到台灣跟蔡英文總統一起去聽音樂會 所以你就看到他們家族對台灣的一個友善 然後再過來呢 他的太太安倍召喚 也是日本的首相夫人裡面很特殊的 他呢在整個安倍辭職之後 跟著日本的官方人的概念一樣 所以沒有工作了 可是他呢沒有工作之下 他其實還是參與很多社會活動 安倍召喚非常活躍 而且被稱為是安倍家裡的反對派 包含是比如說推動核電 推動了整個美軍駐日本的陸戰隊的基地擴建 他的態度和立場都跟安倍不一樣 可是都非常挺 那當然安倍還有個弟弟岸信夫 他也是非常挺台灣的 好那媒體的報導 好像說這一次賴清德的訪日 是用安倍養子 就是安倍晉三的媽媽 以及安倍晉三的弟弟岸信夫的名義 邀請賴清德以親友家屬的身份 然後來赴日這個悼念 所以等於是安倍養子 這個做一個老媽媽的身份名義 以及家人親弟弟岸信夫的這個名義 出面來據名的邀請 基本上媒體的報導是說 就是有安倍的家屬提出申請 提出要求希望賴清德 因為他們事實上賴清德呢 在台南的時候呢 安倍也去看過他們 所以關係很陽好 然後整個金美玲呢 我們也知道說他這次陪著那個賴清德一起去了嘛 金美玲是在台灣裡面非常重要 而且知名的對日本非常關心密切的人 他這次也陪著賴清德一起上香 所以當出了這個事情之後 家族決定在曾喪士 曾喪士很特殊 曾喪士是德川家康這個幕府 將軍家族的聖廟 所以升安倍把它放在這個 將軍家族的聖廟裡面辦這場仗禮 其實也是代表著安倍的身份和地位不一樣 所以他們家族就是裡面說家族提出這個要求 提出這個要求之後呢 馬上通知我們台灣 通知台灣之後呢 而且在現在以日本的整個申請簽證 其實是非常綿密的 有很多時候非常塞車的 第二天早上通知我們台灣說 日安恩田文修簽了 然後但是呢 馬上整個賴清德就過去非常低調 但是呢所有的媒體還會拍照他 然後說是台灣副總統 所以就是在官市場合上 日本呢做得非常犀利 但是在整個態度和意義上 他就是台灣的副總統 而且台灣呢 過去只有李登輝是用副總統的身份過境 而整個賴清德這次是完全的用這樣的身份 快速的反彎 所以你會看到 中國完全不知道如何回應 陳時中正式投入台北市長的選戰 今天友台進行了相關的民調 在這份民調當中很妙 陳時中支持度25% 蔣萬安21% 黃珊珊18% 你會發現喔 這個巨打竟然高達33% 那創下這個民調到底是可能失真 還是台北市的選情 現在處在一個詭異曖昧的情境 基本上呢這個民調裡面呢 他做出來裡面最具體的就是說 目前為止還在觀望 還有很多的想法還在觀察的 最高的最低一名的理性人叫做巨打 現在山卡都的情勢已經拒底了 而陳時中有一個宣布參選的效應 所以呢過去的時候還包含了 某些一日三分 當然會回到陳時中那邊去 所以陳時中最新的 根據東森新聞的民調 整個陳時中是25.8 然後蔣萬安呢21.8 然後黃珊珊18.8 這裡面呢其實你只去看 陳時中和蔣萬安 還在誤差範圍之外 其實黃珊珊和蔣萬安 其實是在誤差範圍裡面 但是這裡面更特別的是巨打 表示我其實還在觀察 我還沒下定論的 是33.7% 這個數字 所以這份民調第一名是巨打 有一個參選人叫巨打 他可能勝選 而這個數字裡面最大意義是什麼 就是不管你是藍的基本盤 綠的基本盤都沒有達到 綠的基本盤也不應該是25% 然後藍營在台北的盤 不應該不可能是21% 那表示藍綠各自的基本盤 還沒有歸對 還沒有歸對 那整個裡面代表著 陳時中雖然打出了一個說 台北停滯了很久了 好像也沒有徹底的說服人 然後黃珊珊呢 雖然打了一個落跑牌 國民黨也打了落跑牌 但是好像也沒有讓他們的選民 給振奮起來 那當然至於蔣萬安打了什麼盤 沒人知道 所以蔣萬安 可是你看看好度裡面呢 因為整個盤 大家還是覺得蔣萬安佔優勢 可是這優勢也是很脆弱的 蔣萬安的看好度 只有26.3% 陳時中也只有23.7% 黃珊珊當然現在看起來 是因為第三名 然後她還沒宣佈刪寫15.3 巨打的34.7 所以大家看這個情勢 就知道說現在這個情勢 可能也不能用1994的狀況來複製 其實這個三方裡面的選民 那裡面可能是有 對於疫情的時候 一些淺綠的中間選民 對於陳時中的疫情的處理 顯然心中還有很多疑問要解答 再過來是對於 那創校我問你有巨打率那麼高 會不會反映在巨投票率 就是說因為她如果對投票或者選舉能感 不只是你訪問我的時候我巨打 那如果我是巨打 有些人是要保留個人的隱私 有些人是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 或者真的都不滿意 或者真的並沒有投入這場選戰 沒有非要出門為誰投一張選票 所以這會不會反映到超低的投票率 倒是不至於 因為如果說只有市長選舉 通常這樣一個比例裡面 當然市長選舉的投票率會低 可是這次還有村里長還有議員 而村里長和議員的參選都非常的熱絡 所以到時候台灣的選民他們還是會拉 當然會有些人可能會這樣子的巨打 所以巨投票 但是基本上因為有九合一的選舉會拉高 所以到目前為止這個局面呢 後面將近四個月的時間 怎麼攻怎麼防 不知道裡面還有哪些議題 也曾代表一件事情 現在三方所主打的任何訴求 有很多選民根本沒打到他們的心理 所以連鄭文燦都會講說要最後十天 不過最後十天是廢話 因為每次選舉最後十天都已經定勝負 可是就知道 恐怕連民進黨 雖然努力的有非常有規格的操作 可是這個操作選舉方法 對於台北市選民 這個心他們恐怕還要繼續去測試到